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白没有 就继承多个积累的一些数据 是不是啊 继承多个积累的成员 包括数据成员该什么呀 成员函数 是不是啊 派生类与每一个积累之间的关系 人可以看作是一个单继承 是吧 人可以看作是一个单继承 那咱们再去定义这样的派生类的时候 该怎么去定义呢 看一下 多继承下派生类的定义格式如下 class 是不是派生类的名字呀 子类的名称呀 然后冒号继承方式一类名一 继承方式二类名二 是不是啊 用这种继承方式继承这个类 然后呢用这种继承方式继承这个类 然后逗号 是不是继承方式三 类名三呀 是不是可以多继承啊 然后下边是派生类的体 是不是啊 派生类体 好 继承方式咱们是不是说了 公有继承私有继承和什么呀 保护继承 是不是 咱们上午的时候讲过了呀 好 那接下来咱们就看一个多继承的一个简单的demo 是不是啊 好 大家抬头看 小例子哈 先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好 大家抬头看 在这个地方我定了一个point点 这么一个类 好不好 这个point类呢 它有一个坐标xy 好不好 是不是 横坐标 纵坐标呀 那个点的坐标 然后呢 这是设置xy的那个成员函数 获取x的成员函数 获取y的成员函数 是不是构造 拷贝构造 是不是 西构我都没写呀 是吧 然后呢 接下来是一个线的line 是不是啊 那点呢 有横纵坐标 这个线呢 它有什么呀 它有个私有成员是l 周长 不能说叫周长 叫长 是不是啊 然后setl 获取l 好不好 点线 然后接下来呢 大家抬头看 我现在是不是有两个类了呀 一个point 一个什么呀 line 然后接下来我定一个类叫face 面 是不是啊 然后 你看 冒号 public point 它是以公有的方式 是不是继承point呀 那xy 是不是就继承过来了 是不是啊 然后 又去继承了谁呢 line 是不是那个l 是不是就继承过来了呀 然后呢 它的有个凯数叫setm 什么m等于a 它有一个私有成员 是不是m呀 getm的话就是retime m 是不是啊 那你看face是不是 它有x 有y 有l 是不是还有个m呀 面积 是不是啊 好了哈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先从头往后看吧 先把它后边的屏蔽掉哈 好 大家抬头看point cc 是不是我定义了一个什么呀 point 类型的对象吧 那 cc 是不是它就有x有y呀 是不是啊 c.setxy 是不是设成23呀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啊 好 好 然后呢咱们可以通过什么呀 cc 然后是不是调用着一个getx gety 这个是不是cc 他没有用 cc是一个g类嘛 是不是啊 哎 是不是g类的这个对象呀 好 看一下哈 这个还没还没有到那个派生类的对象 哎 不对 cd 不用cd了 g++04 cd 0 0 0 4 4 0 4 0 4 4 0 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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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你看XY和Line当中的L是不是本身他们在机内当中都是私有的 虽然咱们以公有的方法去继承 然后在派生类当中 在Face派生类当中是不是也不能直接用 在这里边不能直接用 在外边是不是更不能用了 但是咱们是不是像getX,getY,setXY 是不是它是公有的方法 如果有公有方法继承的话 像这几个方法是不是在这一个哪里 是不是在派生类内可以用 依然是公有的 在类外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掉 所以说Face.setXY 一个传4一个传5 是不是设置XY是4和5 然后setL是不是也可以用设成6 setM设成7 可不可以 可以是不是 可以 然后方法 因为是本身机内当中的方法是公有的 又有公有的方法去继承的 去派生的这个Face类 所以说这个setXY,setL都是什么 都是公有的 在派生类这一个Face类当中 是不是 设好了之后 你看它FgetX,getY,getL,getM 可不可以 可以 是不是 那你想 我定义这个Face的时候 这个派生类当中 这个派生类当中 是不是它新增的只有M 那这个F的什么 这个F的什么 XY,L是不是继承过来的 而且是不仅来自于一个G类 是来自于几个G类 XY是来自于Point 这个L是不是来自于Line这个类 好 说明这个Face这个派生类 它继承了两个负类 是不是 两个G类 好 试一下 走 是不是过来 04 走 是不是4567 XY,L,M 是不是 是可以用的 注意在用的时候 注意 咱们是不是只能通过方法去用 就是成员函数 公有的成员函数去用 因为什么 因为XY,L在G类当中是私有的 到了派生类当中变成了不可见的 是不是 只能通过成员函数 间接地去使用 好 了解一下 这个多继承 这个例子 写了一个多继承的例子 好 注意 使用多继承的时候 要注意发生 避免发生二义性 明白没有 如下 大家看第二个例子 需要注意的 你看哈 同学们 在这个下边这个例子当中 你看一下 Class A 是不是它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成员函数叫Print 这个Class B 是不是也有一个成员函数 也叫Print 是不是啊 同学们 那你看 我定义Class C的时候 是不是公有继承什么呀 A 公有继承B 是不是 它继承了A和B的东西呀 那问题就来了 那 它继承了A的Print F Print 继承了B的Print 如果在迈哈数当中 因为是公有的嘛 方法是不是也是公有的呀 是不是 同学们 所以说在类外 是不是可以用 我用C类定一个对象 那C1.Print 它就会报错 为什么呀 因为你这个Print是不是继承的A和B的呀 A和B的都有 那你C1.Print的话 它就不知道调A类的Print 还是B类的Print呀 那怎么办呢 想象说的对 是不是啊 是不是加上作用于运算符呀 我通过C1这个对象调用的是继承的A类的Print 明白没呀 或者是C1.什么呀 B类的Print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注意你在设计代码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个事情哈 好 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哈 这个是不是直接在定义这一个A和B的时候 它那个成员函数或者是那个数据成员 它就聪明了呀 还有一种情况 大家注意 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咱们C公有继承A和B呀 那A和B都公有继承D 明白没呀 A和B是不是都都来自于D呀 D是G类嘛 派生出A和B是不是啊 然后那个C类呢是继承了A和B嘛 所以说这个图应该怎么画呀 是不是这是这是这个D吧 D是不是派生出了什么呀 A和B呀 是不是啊同学们 然后又有一个C类 是不是继承了A类 是不是继承了B类呀 那问题就来了 那在C类当中 你想嘛 A类当中有D的东西 B类当中有D的东西 到了C类的时候 是不是就能啥了呀 是不是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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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了呀 是不是同学们 你D类当中有个方格神的话 A当中有个方格神 B当中有个方格神 那那C的话继承的话 是不是 A当中有方格神 B当中也有方格神嘛 都是D的方格神嘛 是不是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像这种的话 是不是它就属于多集成的二线啊 那那怎么去怎么处理啊 怎么去处理啊 对你要去用的话 这样在C的在C中使用D的公共部分的时候 在C中使用D的公共部分的时候 编译器就不确定调用的是A的还是调用B的而出现错误呀 好看这个例子啊 还是要加作用于 稍等啊 稍等他们离的看完 04 Test2点什么呀 CPP 这是继承的二一性 是不是啊 你看 是不是我在这个程序当中呀 定了一个D 是不是 它有一个公有的成员D呀 我 我这个成员函数都不写了 我只写数据成员好不好 然后呢 它定一个A 是不是公有继承D 是不是 它有一个成员是A 那请问A类 A类的对象是不是应该有两个成员 是不是啊 同学们 那我class B也公有继承D 那B类的这个对象 B类的对象 是不是有这个B也有D呀 是不是啊 同学们 好 然后接下来我定一个什么呀 C C类公有继承A A类和B类嘛 然后它有个C 啊 有个C 然后接下来大家看 我用C类去定一个什么呀 OB 是不是 对对象呀 OB点C没有其一呀 因为它是新扩展的吧 等于100没有其一 然后输出 没问题 是不是啊 同学们 是不是没问题啊 好 然后呢 咱们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哈 GCC 04 Test2.CPP -O 04 Test2 走 哎呀 我塞 Y 哦 不好意思 你看咱们是用的GCC编译的呀 编的时候 GCC编不了它 定机接下呀 04 走 OB点C这个没问题 是不是啊 但是咱们在使用谁的时候 使用D的时候 就会传辞问题 你想嘛 同学们 这是不是D呢 然后公 公有派生A和B 然后这个C 然后这个C是不是又去继承A和B啊 是不是啊 那C当中肯定有D啊 用的A的D还是B的D啊 是不是啊 那你看我直接干嘛呀 Cout Cout 直接来一个什么呀 双引号 OB点什么呀 D等于 OB点D 你看它会不会爆错 是不是传在二意性了呀 好 大家抬头看 是不是错了呀 对成员D的请求有其意 是不是啊 哎 是不是这样的呀 那怎么办呢 同学们 出现二意性 是不是啊 因为A和B A类和B类都有什么呀 都有D嘛 所以说 打开 带什么呀 带作用于 OB点A 冒号D 200 等于200 然后去打印 你看看 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没出错呀 走 走 是不是可以啊 然后使用B的是不是也行啊 同学们 大家想一想 D D类当中是不是有一个D A当中是不是也有个D B当中是不是也有个D 然后C当中呢 是不是你看哈 注意这一个类它有AD吧 是不是有AD两个成员呀 B类当中是不是有一个BD呀 有两个成员呀 请问C这个C公有继承A和B之后 是不是啊 同学们 C公有继承它俩之后呢 那个C是它自己新扩展的 肯定有嘛 是不是 A肯定有嘛 B肯定有嘛 请问这个D是有一个还是有两个呀 一个还是两个呀 你说这个对象 C类的对象 它有C ABC肯定有 关键是这个D 它有几个D嘛 那咱们测一下 它的大小是不是就知道了呀 是不是啊 同学们 那你看咱们是不是说 咱们的那个对象 是不是是它的所有的那个数据的什么呀 数据成员的那个集合呀 是不是啊 大小 所以说咱们测一下 123 如果有一个D的话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四个整形呀 是16个字节呀 有两个D的话是几个字 是20个字节了吧 好 测一下它的大小 Cout 输出什么呢 Size of什么呀 OB 有些同学是不是会有这种 会有这种这个 这个这个啥呀 这种想法是不是啊 那就清晰一下 测一下OB的什么呀 大小 大小 等会哈 咱们可以打地址编号是吧 多少个字节啊 20个字节 五个成员 说明 说明什么呀 说明 说明这一个C对象当中 是不是有两个D呀 是不是啊 两个D 然后咱们去打地址编号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干嘛呀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你打OB点A 作用预算符 加一个D呀 是不是啊 你可以举地址吧 明白 其实这个C这个对象当中有什么呀 有A 有B 有C 是不是还有什么呀 从A类当中继承的D吧 是不是从B类当中继承的D呀 好 这一点呢 大家需要注意哈 以前可能有同学没有什么呀 没有在意过 是不是啊 没有在意过哈 好 这个地方注意 注意 是不是啊 那对象什么呀 C类的什么呀 对象OB 包含的什么呀 数据成员有什么呀 有这么多 明白没有啊 是多少个字解呀 是20个字解吧 是不是同学们 好 这一点了解一下哈 好